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中美關係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拜登在昨天發表了他上任以來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說 在演說當中他就提及到 如果是符合利益的話 美國是願意和中國合作 基於他這一番的說法 很多人就認為拜登的對華政策 已經是重返了奧巴馬時期的 綏靜路線 至於另一宗消息 就是有共和黨的參議員 發起了一項提案 他們就要求 要取消 北京的冬季奧運會的主辦權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到底拜登昨天的外交政策演說 說了什麼 拜登就宣稱 他會直接了當地接受 美國最危險的競爭對手 中國 對於他們的繁榮 安全 和民主價值的挑戰 美國還將會對抗中國的經濟漏襲 反擊中國的好鬥行為 抵擋中國對於人權 知識產權 和全球管治的攻擊 但是 當符合美國利益的時候 美國就準備好和中國合作 這番就是拜登所說的說話 其實拜登的演說 就是充滿著邏輯矛盾 他一方面 又宣稱中國 提出了很多的挑戰 中國有很多的經濟漏襲 又好鬥 又有人權問題 知識產權問題 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說有利益的時候 他就願意去合作 到底拜登是不是有能本事 一方面 和中國合作 另一方面 又說要對抗中國 根本上你就是有取捨的 你一和中國合作的時候 其他那些所謂的問題 根本上就是會拋諸腦後 就不會成為什麼問題 就算是和中國進行談判的時候 都只不過是作為一個籌碼 到最後一定就解決不了這些所謂的問題 奧巴馬時期就是這樣來操作 所謂的什麼人權問題 知識產權問題 到最後又是放在台底 因為你台面就是要和大陸保持著一種良好的經貿關係 其他的問題 你怎麼對抗他 你怎麼反擊他 全部都是一個講字 所以 這個就是充滿著邏輯矛盾 因為 你一方面和合作 一方面反擊他 對抗他 這兩者是不能夠並存的 第二件事就是 拜登就把中國 形容為最危險的 競爭對手 你那個所謂最危險 只不過是一個形容詞 無論是最危險也好 最安全也好 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個競爭對手 而不再提及到 特朗普總統或者蓬佩奧國務卿時期 那個 所謂中國威脅論 昨天拜登就沒有再說這些東西 當你視中國為一個競爭對手的時候 其實都應該反問拜登自己 到底你那個競爭對手 是不是基於一個 公平的規則來進行 到底這個競爭對手有沒有遵守的規則 其實 這樣的答案 大家都心知肚明 到底在過去這二十多年以來 自從中國加入世貿以來 他兌現了多少承諾 這些事情拜登自己都心知肚明 當一個競爭對手在過去一段長時間都不是很遵守規則的情況下 拜登說只要符合利益都可以跟這個競爭對手合作 那麼你有什麼動機要使這個競爭對手 去符合遵守規則呢 這個是天荒野譚 你都願意跟他合作 那就可以了 你都認同他 你默許他 是不是 接下來我們就會舉出一些例子 來證明拜登的外交政策事實上是軟弱無能的 第一 就是在昨天 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就宣稱 美國的對華政策是沒有改變的 拜登是在一個中國政策指導之下行事 而且在較早之前 美國國務院在稱呼蔡英文的時候 就以這個 台灣的民選代表來稱呼他 其實這些延遲就是很煞有介事地向中國示好的一些行為表現 不然他就不需要專程這樣說 當然我看到有些左膠就猛地說 就算蓬佩奧做國務卿那個時期 他也沒有承認台灣的地位 問題就是 蓬佩奧做國務卿的時候 他是有致力於提升美台關係 他是有致力於提升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 那麼現在拜登掌權的時候 他又有沒有做到相關的事 顯然就是沒有 一味就是向中國示好 而這次拜登最虛偽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在去年 這個民主黨黨大會上 在旁邊 他們就在黨綱裏頭刪除了一個中國的表述 但是到他上台之後 他又拿回這個一個中國政策出來說 那就是說你當初去刪除那個 黨綱裏面的一宗 根本上就是虛招 在那裏做戲 做大龍鳳 好心就是那幫左膠就收皮了 還在說兩黨共識 哪有兩黨共識 如果說兩黨共識就是民主黨和共產黨的共識 是不是 就不是共和黨 我也想問那些左膠 他們怎麼看民主黨去年 在黨綱刪除了一宗的表述 現在又拿出來說 是不是出議反議 第二件事就是歸雅那鬧劇 歸雅那就是位於 南美洲東北部的一個小國 其實台灣外交部 之前就宣佈了要在歸雅那設立一個台灣辦公室 當時美國國務院都馬上去附和 就說這件事做得好 但是台灣方面宣佈了這個消息不夠24小時 歸雅那的外交部就宣佈了 他們要持續堅守一個中國政策 並且要維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而中歸雅那是依舊完好無選的 至於歸雅那政府和台灣方面 就沒有建立任何的外交關係 所有簽署的協議 就是出於溝通不良 所以就要即時終止 當然大陸方面 當然有表達到不滿 而且要求歸雅那當局要修正錯誤 所以他們馬上在24小時不到的時間 就已經作出了這一下的轉態 其實歸雅那這一下轉態 不單止是 落了台灣的面 亦都是刮了拜登一巴 美國國務院昨天說對於 台灣在歸雅那設置辦公室表示歡迎 現在歸雅那就告訴你不歡迎 那你是不是站在那 這件事在特朗普總統的時期是肯定不會發生的 但是現在不發生都發生了 到底拜登有些什麼反應呢 似乎就好像反應不過來 在去年 美國國會就通過了一條所謂的台北法案 這條法案裏面就有一個掌罰制度 掌什麼罰什麼呢 對於那些願意增強或者是升級和台灣之間的關係的國家 美國就會考慮增加和那個國家的經濟 安全和外交的接觸 反過來 如果有些國家是決定 採取一些 嚴重或者是重大的行動 對於台灣造成了損害的話 這樣美國就會減少 或者是改變 對他們的一些接觸 好了現在似乎歸雅那就是落台灣面 那有什麼反應呢 是沒有反應 拜登根本上就是很軟弱 而這條所謂的台北法案 也是名存實亡 根本上就是沒有執行的 你那些東西全部就是放在這裏 這個法案是廢了 對不對 都沒有用的 好了 第三件事就是 那昨天 斯里蘭卡方面 就傳出了一個消息 就說他們要退出和日本以及印度的合作 那本身這三個國家 在斯里蘭卡的科倫波那裡 就將會開發一個貨櫃碼頭 但是傳出了就是 中國向斯里蘭卡方面施壓 於是人家就說不起了 那到底拜登有什麼回應呢 美國有什麼回應呢 那當然啦 又是看不到有 暫時來說就沒有啦 第四件事就是 緬甸軍方早幾天就發動了政變 拜登就很快地發表了一份聲明來譴責 也要求 緬甸軍方要釋放昂山素姬 這些完全就是流於 發聲明 就叫做打嘴炮 到底 拜登會有什麼實際行動呢 暫時過了差不多整個星期 都不見得到有 所以根本上 拜登的外交政策就是很軟弱 是軟弱的 歐巴馬根本上就是 所以這個是 已經是有證據證實得到的東西 我就不明白 有些人還在說什麼 兩黨共識那些騙人 有些人吹捧布林肯 又說他 繼承了蓬佩奧的強硬路線 這些人騙人 你看得到的事實也不是這樣 我舉出了四個例子 好了 接著就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就是有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就提出了一個決議案 他們就促請國際奧委會要重新安排 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的主辦權 希望 東奧在中國以外的國家來舉行 當然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這個議案純粹是一個政治表態 基本上 就不是美國參議院說得到事 而東奧會的主辦權 也不是那麼輕易可以改變得到 因為人家是一個既定的機制來選擇 問題就是 為什麼有一群共和黨的參議員 仍然要發起這項議案 就是向 拜登和民主黨人撕壓 既然拜登和民主黨人說得 中國有很多人權問題 中國在新疆又如何 在香港又如何 諸如此類 說了很多東西 但是拜登還說要合作 有利益的時候 現在共和黨人就發起這一項議案出來 一發起的議案就是要表決 一表決就是表態 民主黨人到時怎麼表態呢 這項議案你支持還是反對呢 支持的話就會得失中國 反對的話就全部人出醜 但是我相信他們會選後者多一點 他寧願自己出醜 所以這個議案其實是好看的 到時大家可以看看 到底那群民主黨參議員 他們怎麼來去鬥 怎麼來去辯駁 怎麼來去硬說 你說到中國那麼多問題 東奧會還是不是他搞好呢 共和黨這個提案 其實就是高招 能夠使得民主黨在國民的面前 刁架出醜 使得他們自打嘴巴 使得他們那種虛偽的嘴面 完全這樣展露出來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